37岁的张女士因为以前患过臂肝 所以平时检查特别注意检查肝功能 索性每年都是正常的 今年她查了几次肝功能都正常 但最近总觉得头晕无力 没有胃口 她以为自己感冒了吃了点感冒药 然而在一次工作中突然晕倒被送去医院检查后 诊断为肝癌晚期 张女士很不能理解她四个月前检查肝功能 还是正常的肝功能 怎么就病变如此之快 由于现实已经太晚了 经过治疗后还是没有改善 最终三个月后离世了 医生说 张女士发病气室的祸根可能和一种鸡蛋有关 这种鸡蛋比酒精还要伤肝 原来张女士平时有一次性买很大 很多鸡蛋的习惯 每次买回鸡蛋 怕鸡蛋怕不干 都是用清水洗了之后 再放到冰箱里储存的 但经过清洗的鸡蛋 其实比不清洗的鸡蛋更容易变质 就容易诱发鸡蛋霉变 甚至黄芯霉菌污染 鸡蛋清洗后存放为什么容易变质 其实鸡蛋可是一个骨质结构 在其表面有一些小孔 但是为了保护鸡蛋 除了小孔之外还有一层看不见的膜 防止细菌感染 但是这层膜如果有水清洗就很容易被洗掉 这样细菌就能通过小孔直接进入鸡蛋壳内部 所以就容易导致鸡蛋变质 其实市面上销售的鸡蛋并不是完全没有清洗 只是超市里看起来干净的鸡蛋是经过了特定的清洗方式的 在被吓下来之后就会迅速的用不会破坏两层膜的清洁剂进行消毒清洗 并且立即弄干 有时还会喷上一层宽物油来替代可能被清洗掉的膜 这样鸡蛋就看起来既干净又不容易坏 章女士长期吃变质甚至发霉的鸡蛋 体内摄入毒素经过肝脏代谢 无疑会加重肝脏负担同时如摄入黄芪霉菌更是诱发了肝癌的发生发展 黄芪霉毒素又名黄芪霉素是黄芪霉菌的代谢产物 一般在28-38环境下极易滋生喜好潮湿且肉眼环境下看不见 可以把这类 YOUTUBE的代谢 我记得了下来 我记得你那时候 我记得你追男女士长期的口音 大概是没什么 能不能在家里 请用关注更CK-2-38环境下 5-38环境下 4-38环境下 2年 5-38环境下 黄区酶素有多毒,一组对比可以让你感受一下,通常情况下,EMG黄区酶素就会导致癌症发生。 黄区酶素中毒后,会出现呕吐、咽食、发热、腹水等肝炎症状,严重时可能会诱发肝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